大家好,我们是亚洲大学社工系的学生,我们这次以社区据点为中心进行发展,并将名称定为活跃老化健康到老,其与社区的长辈能够透过这个活动获得满足感还有自我肯定,让长辈们能够建立身心民间的正向发展。 对于社区据点,通常都会联想到年长者的群聚互动与社会参与,在预执行的计划中,更是将健康促进、卫教活动与怀旧体验等三大主题结合,以达到活跃老化的目标。 前期透过护理师的卫教宣讲及运动治疗等健康促进活动相结合,再生社区长辈自我照护的意识,而后期以怀旧团体为主,不仅可以使社区长辈之间有良好的互动, 也能刺激脑细胞,让长者想起过往美好的回忆。 而在活动结束后,也会进行各式的问卷调查及执行评估,确认是否达到方案目标及目的。 这就是我们这次计划的举办内容。谢谢。